打开新视野思路全接触 本周2017年香港花卉展览御展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展出35万珠花卉及4万珠玫瑰 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一年的庆祝活动之一 参展机构超过240个来自17个国家 新华社消息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共同研制的新洲60摇杆飞机 之前在西安延良机场成功首飞 本次首飞任务的顺利完成 标志着摇杆飞机的相关试飞工作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新华社消息 意大利西西里大区农业部长表示 在意大利农业部和西西里大区植物检疫部门的合作下 西西里干渠产品已顺利完成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程序 这也是中国政府对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冷处理技术 和地中海果营管控能力方面的认可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出口中心正在研究 缩短俄罗斯向亚洲方向出口商品的配送时间 首先是向中国出口商品的配送时间 目前的任务是将从莫斯科到中国东北省区的商品配送时间 由原来的两周缩短到一周 力争再缩短到五天 据阿联酋媒体报道 阿联酋教育部日前表示 正在研究将中文纳入中小学教学大纲计划 并联合阿布扎比教委一同就中文教学进行调研 意大利参议院近日正式通过首个扶贫一揽子计划法案 以确保贫困家庭得到稳定的经济支持 法案规定 政府将根据贫困家庭的收入情况 向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每月400欧元至480欧元的补助 子女年幼的夫妇以及超过55岁的失业人员 将优先得到补助 欧盟委员会近日宣布 欧盟与东盟就重启私贸协定谈判达成共识 双方将继续保持磋商 就重启私贸协定谈判制定框架文件 英国主要房产中介机构 康特里维德公司发布的最新顺序显示 英国平均房租6年多来首次出现下降 分析人士认为 销售和租赁市场上的客户情绪都受到了脱欧影响 伦敦市场最为明显 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近日宣布 以153亿美元收购以色列无人驾驶技术公司移动眼 英特尔希望能够将公司的云技术 同移动眼公司先进的无人驾驶技术相结合 用于生产无人驾驶汽车 这是迄今以色列最大的科技企业收购案 欧洲央行近日召开例行货币政策会议 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 其中欧元区主导利率维持在零 并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 印度央行近日宣布 各大银行对取款金额的限制 从3月13号开始完全取消 这也是印度自去年11月8号实施费钞令以来 首次正式取消对提款金额所设的上限 思路上正在发生的就是我们正在关注的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数字 数字看思路 今天锁定的第一个数字是14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14有点特别 说的是我国和非洲国家联合建立海外打假维权网 目前合作的非洲国家已经达到14个 我国联合14个非洲国家一起打假 那么打假的对象是谁呢 自然是我国出口到国外的假冒伪劣商品 其实在说这个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同事去年从思路沿线国家回来之后讲过的一个故事 说当时他们在伊朗看到满街的中国商品正感到骄傲的时候 本地的导游却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伊朗人民很喜欢中国商品 可是我们却不欢迎中国的假冒伪劣商品 我同事说他们当时在备受打击的同时也理性的进行了一个市场调查 他们发现伊朗市场上的确有那么一些质量参差不齐的中国商品 这些商品基本都是当地商人从中国市场以很低廉的价格买回的劣质商品 然后赚取差价 不知道其中内幕的当地消费者则把板子打在了中国产品的身上 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在思路沿线国家的声誉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在为志检总局点赞的同时 也理解了我们为何要联合非洲国家一起来进行海外打假 可以说这是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工作 其他的相关部门都应该这样做 只有这样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够落实 一带一路建设才能够加快推进 我想此刻很多人肯定有这么一个疑问 只是在海外打假就够了吗 国内的假冒伪劣产品怎么办呢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这继说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质量 同时也说明质量时代已经到来 接下来就是各行各业如何进入质量时代 我注意到了志检总局局长的几句话 一句是绝不能让假冒伪劣在网络上大行其道 另一句是将坚决打击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毫无留情 可以说这两句话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志检总局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维护中国制造形象的决心 这样的决心自然也让消费者充满信心 我们要关注的第二个数字是265 这个265指的是一座楼的高度 说的是中建三局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地震带上 建起了一座265米高的清真寺宣礼塔 这座建筑被称为非洲第一高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非洲第一高 远远看去它就像一根高耸的柱子矗立在海岸线上 既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那么这265米究竟有多高呢 按照三米的楼层来算 它有88层高 虽然它没有我们的上海东方明珠塔广州塔等建筑高 但是它却刷新了非洲最高建筑记录 这座宣礼塔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清真寺 不论它是第一高还是第三大 我想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成建这座高楼之后 它给我们的建筑企业能够带来什么 除了15亿美元的项目资金之外 我想最重要的则是技术上的突破和经验的收获 不管是抗震设防烈度高于国内的9度大震设防 还是在四五十度的气温下进行混凝土浇注 这些都将为我们的建筑企业积累宝贵的经验 对于一个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阿尔及利亚来说 为何会把清真寺宣礼塔这么一座极其重要的活动场所 交给我国的建筑企业呢 首先自然是源于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 其次则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建筑业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非常重要 那就是我国建筑企业的强大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建筑业突飞猛进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建筑奇迹 突破了一项又一项的不可能 特别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 虽然遇到了很多施工难题和技术难关 但他们用中国智慧攻克了一个个难关 用中国品质赢得了生生赞叹 数字看次路 今天就先看这么多 乘坐国际航班最怕遇到的就是中转了 提着大包小包 要进行两次行李托运 才能够顺利的完成通关 本周呢 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有六条国际航线可以省去中转托运行李的麻烦了 我现在是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T3航站楼 大家看我身旁的旅客 正在为他们手中大大小小的行李进行托运 在以往呢 以西安为中转非国际航班的旅客 在这里就要进行行李的二次托运 而人员呢 也要进行二次安检 但是从本周起 这些呢 都将成为过去式 不仅行李不用二次托运 我们的人员呢 也不用再进行二次安检 是真正的达到一票到底 行李直达的模式 搭乘通程航班的旅客呢 在始发站就一次性的办理了 所有的登机牌 那么行李呢 也直挂到最终的目的地了 那么在转机站 打比方在西安站的话 他就不需要再去办理成绩手续 也不需要再去把托运的行李提取出来 中转的旅客到达西安之后 托运行李的麻烦室 将由航空公司负责完成 旅客只需要配合海关 完成通关手续后 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专门设置的休息区 等候乘机 如此便利的通程航班业务 其实早在2016年8月就开始试运行 截止到今年2月 已经为1775名旅客提供服务 本周西安海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从3月14号起 这项业务正式开通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成为了全国第五个开通这一业务的机场 同时也是西北地区首个运行通程航班业务的机场 我们目前已经开通了64条航线 所以说中转旅客的通程航班这块开通 对我们西安航空枢纽地位的确立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目前乘坐海南航空和东方航空 从北京 上海浦东 昆明 温州始发 飞往罗马 巴黎 莫斯科等六条国际航线的旅客 在西安中转时 可以享受到通程航班带来的便利 未来会将覆盖更多的国际航线 据了解 这次西安开通出入境通程航班 不仅实现了国际运输便利化 还有利于我国与沿线级相关国家人员的往来 这也意味着 涉事联通正在加快推进 将让陕西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 他只身前往菲律宾 为企业的海外市场探路 在那里 他遭遇到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他突破欧美标准 让菲律宾接受了中国的电力技术标准 为企业打开了菲律宾的变电站 及线路建设的大门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张耀武 我们知道边安器是边电站的心脏 看到背身后的正在生产的是边安器里边的线圈部分 这台边安器的容量是42万 共的电量可以供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 这台边安器将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 张耀武是西安器电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他自打1989年进入中国西电以来 已经工作了近30年的时间了 而他刚才所介绍的变压器 就是即将要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 供那里的变电站使用的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不到90万的人口总数来说 这台变压器所承载的变电站供电量 已经足够提供这个城市所有人口的用电量了 但这台小小的变压器出口只是中国西电对外贸易的很小一部分 张耀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了中国西电在菲律宾市场从无到有的建立 但在那时候由于语言驻地交通以及对海外市场缺乏了解等一系列问题 他也遇到了影响不到的困难 因为第一次到这个国家做一个大的承造项目 当时合同金额在1080万美元 我们最后坐下来的时候 亏损接近快达到200多万美元 当时对我们打击很大 对这个市场开发打击很大 张耀武在这次项目后与员工仔细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找到了项目失败的问题所在 一 技术标准 第二 人文环境 第三 特别是对当地的人脉关系 我们对客户关系没有做到最好 所以造成我们在这个项目上亏损 主要的是问题在于我们的对象下技术的要求 我们没有达到认知很深 找到了问题 剩下的就是好好钻研技术 解决当时国内较为落后的技术现状 与国外高要求的差距 随着张耀武和同事 一次次深入了解菲律宾的技术要求 以及对自身变电站的产品 设备技术改良下 慢慢的 菲律宾不仅完全接受了 中国的变电站项目建造能力 而且对于中国的制造能力 也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认可了中国的产品 不代表就打入了菲律宾的市场 菲律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一度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美国企业对菲律宾的供电设备 及电力系统一直处于垄断地位 由于美国的电力技术标准 与中国的不一致 所以对初来乍到菲律宾的张耀武来说 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无从下手的市场 怎么开拓这个市场呢 菲律宾在很多技术标准上 都采用美标 特别是电力项目上 到现在为止 菲律宾电网还是60赫兹的 中国我们的产品是50赫兹的 怎么样来说服菲律宾电网 接触中国50赫兹的设备 这就要从标准上说起 60赫兹和50赫兹 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这是一个国家交流电网系统 对频率的设定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电网频率 就是60赫兹 包括菲律宾 就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策和文化一样 这样对电力设备制造商在技术上提出了差异性要求 因此怎么让菲律宾接受中国的产品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张耀武也是花费了一番大功夫 我们就把主设计咨询请到中国 说服它 让它修改标书 中国西电的产品完全满足它标书要求 到我们西电来 它看到我们生产的变压器啊 开关都完全符合它们的要求 所以它把标书的基础条件放宽 把我们西电放进去 从此以后 西电在这个市场一发而不可收 我们这些年占据了它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除了菲律宾以外 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 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 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而电力建设作为最主要的基础建设之一 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将拥有广阔的市场 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资本上的支持 对我们企业海外战略的硕士 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目前很多国家 也希望将中国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引入本国 在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满足了当地民生的需求 一带一路区内的各国 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各有差异 发展的层次也不尽相同 加之政治文化差异 民族宗教复杂 又是大国利益的交汇区 经贸合作上就容易面临许多的 政治经济法律风险 那么我们的保险企业该如何发挥作用 护航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呢 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海外布局 保险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恰快 截至2016年6月30号 中国进出口银行内有贷款余额的 一带一路项目1000多个 项目分布于49个沿线国家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累计支持的 国内外贸易和投资的规模达 2.3万亿美元 这么多的海外项目 这么巨大的投资金额 保险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方面通过国际资本市场 筹集资金 努力扩大保险服务出口 另一方面 协助企业提升跨境运营风险的防控意识 增强对海外利益的保护 保险业不断适应行业发展需求 积极参与者一带一路建设 那相关话题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临线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原副主席周延李老师 周老师您好 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啊 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 因此必然带来就业 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教育医疗住房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等问题 那么保险业在这些十分贴近百姓的生活领域 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保险呢 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 比如说在火灾保险 它的发生和发展 往往是和人们需要保障自己生存条件为基础的 比如说我们的机动车辆保险 都是要解决我们出行保险所需要的 我们的人寿保险是我们长期保障所不可或缺的 比如说我们得了病 要到医院去看医生 需要解决长期的医疗保障问题 这些我们都需要保险给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 另外大家要关注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亿多的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 这些呢都需要有一个养老安全的保障 没有保险谁来负责 完全靠政府难以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了解保险 运用保险把保险作为保障自己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运用好 那目前呢绝大多数走出去的保险机构 主要在做投资和融资方面的工作 但真正提供风险保障的服务并不多 面对海外错综复杂的投资环境 您觉得保险业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保险公司它的主要职能呢是提供风险保障 做好风险保障的解决方案是一个首要的职责 对风险的全面了解 掌握风险的特性 制定了风险的一些预案 来提供一些预算解决风险的代价之方面 保险公司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抓住保险的它的基本功能 就是风险解决方案和经济补偿的这样一个作用 保险公司不单呢要做好风险保障 同时呢也有锦上添花的这样一个作用 比如说在服务余的一路建设过程当中 企业需要融资的安排 那么保险与资金运用这方面可以通过股权计划 债权计划 甚至项目融资等方面提供一些有力的支持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保险是它的主业 风险解决方案是它的第一职责 在这方面呢我们还要深入研究 保险在解决风险方案当中有哪一些不短板的地方 真正要解决在服务不到位 保障不充分 客户呢需要的保险和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 不能有效对接的问题 另外还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这些呢都需要我们保险在下一步工作当中认真研究 加以解决 这一路新视野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丝绸之路上的美景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